首先为您介绍晚驰比赛的规则 每名运动员将有三轮的比赛机会 每一轮每人是有45秒的比赛时间 那么和街区不一样的是 在街区的45秒线路滑行当中 如果你失误了时间还有的话 可以立即重新开始 就是接着这个比赛继续 但是在晚驰的比赛当中 如果你的动作失败了就停止 而且会视为本轮结束 马上将要出场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孙盈 孙盈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是排名第八 所以今天也会第一个出战 2005年出生 大家可以看到晚驰的比赛和街区的比赛 不一样的是这个比赛场地 是一个充满曲线和弧面的晚驰 晚驰形状的场地当中进行 这个整个晚驰大家可以看作是几个大盘子 大圆盘和几个大碗拼凑而成的 那么在凹槽底部相对较平 越接近周围的侧壁 弧面的坡度越陡 而且在边缘侧壁 其实最上端基本上是呈垂直 或者是接近垂直的角度 所以在晚驰赛当中的一个看点 就是运动员在加速冲向陡坡之后 高高跃起的同时 在空中会完成各种复杂技巧的展示 比如说是抓板 可以看他们的是哪只手抓板 抓板的哪个位置 抓板的姿态 还会有一些动作 是倒立的动作 手倒立的动作 包括运动员呢 也会完成一些 这个就是撕和滑动平衡的动作 另外呢 在晚驰的比赛当中 运动员也常常会完成一些 空中的翻转和转体 那么这些动作的难度和原创性 也会为他们的打分 增加更多的分数 我们看到孙莹这一轮是拿到了 二十二点一六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山西的张鸿飞 有一个前手抓板 做了一个50-50 双桥的滑动平衡 做了一个Fibro Grand 但是这个地方出现了失误 那么根据规则呢 它的这一轮比赛到这儿就终止了 所计算的分数呢 也就是之前完成的两个分数 晚驰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其实观众朋友们有机会 可以自己去滑一滑试一试 可能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滑得 风生水起的时候 可以拍个视频 通过视频就会发现 自己其实滑得就像是慢动作一样 大家就会知道 今天的这些滑手 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了 接下来出场是来自广东的选手朱新彤 那广东队呢 在今天上午的街市比赛当中 已经是获得了女子街市的金牌 和男子街市的银牌 这个乐企的高度还是很够的 有一个bonus bonus的抓板呢 就是前脚蹬起起跳 后脚在板上 但是这个bonus 周星彤出现了失误 在今年的全国滑板锦标赛 季全运会的资格赛当中呢 周星彤是获得了第二名 在晚驰的比赛当中 所有未成年的滑手 都必须要佩戴全套的护具 包括头盔 护肘和护膝 女子晚驰在这次比赛当中 平均年龄仅有16岁 最小的一名滑手 正好好 仅有9岁 但是正好好 昨天呢是止步于半决赛 今天进入到女子晚驰决赛的 八名滑手 分别是楼嘉宜 张欣 李玉娟 石江美 朱新童 孙红飞和孙盈 张红飞和孙盈 朱新童 第三轮得分20点 朱新童刚刚的第三轮 得分是20点50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广西的石江美 请准备 好的 请准备 准备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广西的石江美 05年出生 一个抓板的动作 石江美 也是一位速度型的滑手 这地方想做一个飞步 但是出现了失误 那么也终止了第三轮的比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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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这一次全运会滑板的项目呢 是在西安延梁区石川河户外极限运动中心展开 这也是全国的一个非常综合性能良好的 高标准的极限运动场地之一 那么在街市场地呢 它的占地面积是1375平方米 而滑板晚驰的场地是1350平方米 现场是可以容纳1000位观众 这一轮呢石江美食获得了20.00分 那么它的有效分数最高的还是第一轮的分数 马上将要出场的是来自山西的选手 到目前为止滑行的还是非常的流畅 有比较高的这种乐器的动作 哇 一个转体 这里是出现了失误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几位选手都还没有能够完整地完成45秒钟的滑行时间 满直的规则就是一旦你出现了失误 就终止比赛 满地的滑动平衡 那么滑板这个项目呢是在2016年被宣布进入到东京奥运会的大家庭当中 三年以后的巴黎奥运会 这个项目也将继续地呆在奥运会的比赛序列里 那么在全运会的比赛里 2017年的时候呢 滑板仅是作为群众项目来参加比赛 今年呢是滑板第一次作为竞技项目来参与比拼 来看李玉娟 2003年来自山东 哇 这个动作非常的高难度啊 转体当中要完成抓板 有些可惜出现了失误 李玉娟呢是今年全国锦标赛 继全运会资格赛 晚持项目的季军 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这次试图在转体当中去完成手抓板 李玉娟也是一位跨界选才的选手 这一轮是22点13分 那么他目前最高的分数还是他第一轮的成绩 接下来是江苏选手张鑫 也是奥运选手参加了2020东京奥运会 也是唯一的两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滑板项目局逐的选手之一 单手倒立 又是一个单手倒立 一个抓板的动作 还剩最后一点时间 哇 非常的顺利啊 到45秒结束之内 张鑫都是没有出现失误 零失误完成了自己这一轮的滑行 确实是登上过奥运会舞台的国家队选手 张鑫呢是1998年出生 来自江苏身高1米61 他以前呢是一位拉拉操的选手 后来是改练了滑板 非常的有天分 他是在南京体育学院 民族体育表演系就读 就读于专业这个拉拉操专项 他大一的暑假呢 他其实已经回湖南老家了 结果大学同学告诉他 教练让他参加滑板项目的选拔 他当时也是陪同学一起去了一趟 结果没有想到已经选上了 而且坚持练到了现在 那其实当初陪他就是叫他去陪着选拔的同学 现在已经放弃不练了 国家女队的领队赵飞呢也曾经评价说 张鑫赛入选初期并不是身体素质最出众的选手 看起来小小的 但是内心非常的坚硬 而且运到困难的沉稳冷静 我们看到这一轮他是拿到了44分的高分 目前排在第一位 前面的两轮也都是超过了40分 应该说在今天晚持的局主当中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来自河南的楼嘉仪 2003年出生 刘嘉仪今年也是一直在参与奥运会资格的角逐 其实非常非常接近距离奥运会的门票 最后这一轮在刚刚出发第二个动作就出现了失误 很可惜 刘嘉仪这一下可能摔得还是比较重 花了一点时间才从场地当中坐了起来 后轮挂到了满池的边上 现在还是比较重 好的 感受到给刘嘉仪 同时也送给所有女子满池决战的选手 那么罗嘉仪的最高得分呢是第二轮31.83分排在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三位 这条女子满池的决战到此就全部的结束 3点30分将会开始今天最为精彩的男子满池决战 这条女子满池决战 好 各位领队 如果你有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是运动队 需要提交于道德风唱奖的话 请你自点闲把你的名单提交到技术官员休息室 谢谢 我们再等待一下最后的一个成绩的排名 我们再等待一下最后的一个成绩 好的 最终的成绩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江苏的张欣 总分是44分 来自山东的李渔娟是收获了银牌 那么来自河南的罗嘉仪是收获了铜牌 好的 观众朋友们 这一阶段女子满池的决赛就先为您介绍到这儿